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2003年的Paper 2第四條MC 事不宜遲,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現在3X次方再乘以9Y次方會等於甚麼 先拿張單項字出來再說 如果你讓我做這條題目的時候,我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以下,在右上角有9條Law of index 你一定要配得很熟 尤其是在第一條A至G這7條 頭7條Law of index 如果你不熟的話,你在DSE其實都沒有甚麼運行 除了Law of index的題目你做不到之外 其實你還有其他題目的題目都有機會做不到 因為這些基本功會放在周圍哪個題目都有,無處不在 事不宜遲 這9條Law of index 我不跟你逐一去講和討論 因為以往都教過 以及都討論過 等一會我用到哪一條就深入講哪一條,好不 緣分 先看看這條題目,剛才它講過 就是說甚麼 拿著藍筆,先抄題目 先說3的x次方 再乘以9的y次方 會等於甚麼呢 其實在這裏,你給我 然後我會首先,3x次方便不動 按照抄 因為我看到9,其實可以寫為 基礎是3,即是3的幾次 即是3的2次 即是9,即是9的y次 即是9的y次 然後在這裏 我會看到,就是用黃色部分的Law of index 第一條Law of index,就是黃色部分 我會怎樣理解這條Law of index,黃色部分 就是如果它說A的M次方 已經有個M次方在這裏 再在外邊給多個次方,它就是N次方 就會等於甚麼呢 其實怎樣處理這個次方呢 就會等於 將外邊那個次方 放入庫戶裏邊那個次方 和它成了它 即是A的M,N次 所以在這裏 你給我,我會把Y 扔回進去 用黃色的Law of index去做它 所以在這裏 下一步我會寫是 3的X次方 再乘以3的2Y次方 最後當然,終極 會是甚麼呢 我會看到 我會再用藍色這條 highlight了的Law of index 是吧 你會發現 這條Law of index的徵稅 最主要是想說甚麼呢 就是AM次乘以AN次 即是乘的時候才行 加減都不行 OK 乘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 兩個的Base 大家都是A 是吧 A的M次乘以AN次 大家的底一樣 大家的Base一樣都是A 那A就可以怎樣 Base 大家可以結合 成為一個 而Index的指數位 怎樣 就是兩個指數位相加 就是M加N 所以在這裏 我會發現 其實現在 兩個指數位 我用紅筆畫給你看 不要介意 花花地 兩個指數位 大家一樣都是甚麼 都是3 看不看到 所以在這裏 我們就把兩個Base 一起結合 變成3 然後Index位 怎樣處理 就是X加2Y 兩個Index位加了它 所以終極答案 就會是這個 好,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好,看看我們的題目 有沒有這個答案 3X加2Y 有 答案就是A OK 好,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OK 好,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